謎 香薩 嗨 哈囉我是缺瓶チェ坪 在奇 cricket玩玩具這個頻道 我從來就沒有介紹過美工刀跟剪刀的優劣比較 那是因為 但是弄完了刀片 沒有一個收集器 這樣子有點危險 所以今天就來開箱 我們買的一些 收集盒吧 那通常收集盒都是同一個牌子的 都是ORUFA的 這集沒有任何廠商贊助啦 但是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戰利品到底 好不好用 好的在介紹安全摺刃器之前 先給大家看 這是我平常在辦公室還有地下室使用的美工刀們 平常你們使用的通常屁屁後面 就是這樣子一個橫 然後你折斷了就OK了 可是他們都沒有收納的用途 我個人 還蠻推的 你們可以買這隻ORUFA DA1 這個型號 在我之前的影片就有講過了 你只要稍微從後面這樣搬 這個就起來了 這隻就是安全摺刃器唷 這個open的地方啊 輕輕的就打開來了 往前推推推 插進去這個縫縫 輕輕一折 好這樣子 他就進去裡面了 刀片就在裡面囉 那如果你要打開呢 就從後面這裡 這樣子 另外一個比較好買到的是 這隻SDI手拍出的 新合金專業工藝刀 他這次有附這個 額外外掛軟件 也是隨身攜帶版的 但我覺得很容易 你就會把它弄丟了 他這個盒子是專門設計給 30度刀片使用的喔 這樣就進去了 好啦我們再來就要來看 OLUFAH全系列的 安全摺刃器呢 這個的翻譯叫做 安全認摺處理器 反正就是這樣的產品齁 我死命的 要轉他 跟這樣子都打不開的盒子 我想他應該也是屬於一個 指徑不出的裝置吧 看起來很像一般的唇籤筒 我真的覺得很像啊 就是唇籤筒的樣子 使用方法 像這一隻已經鈍掉了 記得每次出的時候 都只要出一格就好了齁 不要出太多 這樣很危險 放進去 輕輕一折 東西就進去裡面喔 那這樣子你實面的搖 都是搖不出來 因為他這個做得非常非常的細啊 只進不出 到了他第二代的時候 就變得超大的 有夠胖 這一次好像就可以打開了 可是我還沒有研究他應該怎麼打開 這樣子嗎 喔 原來是這樣 看起來真的很像唇籤筒耶 看一下 塗進去嗎 十塊錢不行 五塊可以嗎 好吧 五塊錢也不行 看來真的是適合刀片而已 無法當作唇籤筒使用 插進去 然後向下掰 刀片就進去囉 再來這個就是DC3了 搭了第三代了 他是這樣子 打開 合起來 打開 合起來 有一個弧度 孔徑很大 任何角度都可以 插了 輕輕一扳 他就進去了 這個 我至始至終找不到可以打開的開口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跟第一代一樣 都是只進不出的 由於攝影大哥四五代 兩代都沒有買到 他就直接跳了這一支 第六代 DC6 這真的很浮快 有夠大顆的啦 他後面還有附了一個筆筒 這個根本就是專門裝美工刀的 你看 這上面啊 他有分S S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種 一般最小的美工刀 這個 這個是30度的 這一面是M 他還可以再搬 這邊就是L了 很酷吧 他有這個可以讓你對準的基準鍵 再來神奇的是這個 我們把它搬過來之後 這一塊啊 他就會自動跑出來了 他會完全的卡死 就不會讓你這個滑回去了 你要弄回來的話 你要稍微壓一下 他才會復歸 那這個東西到底怎麼使用呢 對準這個孔洞 放下去之後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嗎 對在你要的位置 輕輕的 把這一根你的大拇指按下去 刀片就進來了 刀片就進來了 很清脆的那一聲 就代表你已經把刀片折完了 噠噠 這樣子就完成了 就在盒子裡面了 那 等到收集太多的時候 就從後面這裡 輕輕的打開 就像開電池盒一樣 就可以把你的刀片拿出來了 說真的啊 我覺得這個的設計其實還蠻毛的 或許是這一台比較貴吧 想說讓你可以 收集刀片 清完之後 還可以再重複利用 但 這一台 這樣子 對小孩子有點危險啊 還不如 讓小孩子玩這個指徑不出的 還比較安全一點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集啦 這一集介紹的這個安全責任器 或者是說 刀片收納盒 你們最喜歡哪一種呢 我們先不考慮價錢好了 你們喜歡哪一個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咯 那就這樣子啦 我們下一次再見咯 見咧